大家好,欢迎来到茶叶的一日三餐 我是茶叶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外观看起来像毛线球一样的 毛线球面包 它有两种馅儿,一种是黑芝麻流星馅儿 另外一个是椰蓉馅儿 首先来和面,准备高筋面粉,牛奶 可以是冰的,也可以是暖的 冰的牛奶发酵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糖,盐,干酵母,鸡蛋,黄油 首先将面粉倒入面包桶里 混合除了黄油以外的色彩 放入鸡蛋,盐,酵母 酵母和糖分开放,倒入牛奶 酵母放在左边,糖放在右边 这样有助于发酵 启动面包鸡和面功能,搅拌 面团会越柔越光滑 每个面包鸡的功率不同 我大概操作了10分钟 面团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光滑的面团 我们来做第一次的手套摩测试 将面团向四周展身 能够拉出一个比较薄的膜 但是现在的面团还是比较粗糙 没有那么光滑 揉到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加入黄油了 启动面包鸡功能,继续搅拌 直到黄油完全被面团吸收 这个过程大概12-15分钟 因为加入了黄油的缘故 面团变得特别的柔软 而且变得很柔软 我们再一次来做手套摩测试 面团变得光滑了 很轻易的能够拉出一张膜 手上的指纹也清晰可行 我们的面团就算做成功了 准备一个面盆 喷上一点食用油防粘 将面团揉成一个圆球 最后盖上保鲜膜 防止风干 等待它发酵变大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制作馅料了 先来制作黑芝麻馅 准备黑芝麻,糖,和食用油 先将黑芝麻搅打成粉 然后加入细砂糖和油 这里的糖我喜欢用中糖 一个是细砂糖,两种选一种就可以了 混合搅拌均匀 现在来制作椰蓉馅 糖,椰蓉,椰丝 还有椰子奶粉 椰子奶粉是增加香味的 所有食材的图片机构买链接 我会写在下方的说明栏里 再准备三颗鸡蛋黄 倒入奶粉 细砂糖 最后倒入椰丝 最后倒入椰丝 再次搅拌均匀 再次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腌绒馅就做好了 来看看我们的面团 已经发酵到两倍大 我们用按压的方式 排出里面的空气 将面团分割成六份 将面团分割成四个半大小 再搅拌圆 面团 盖上保鲜膜 让它松弛四五分钟 准备一个9寸的圆形烤盘,喷油防粘 现在我们的面团已经松弛好了,取一个面团 把它揉成一个长条,然后擀开 擀成一个长的牛舌状 正反两面交替着干 最后把底部固定,尽量下面会宽一些 然后放入馅料 找一把叉子轻轻的往前推 做黑芝麻馅的时候,尽量手不要碰到黑芝麻馅 然后从底部油下往上卷 然后用刮板,轻轻的切出一条一条的毛线 最大的可能把它切得越细越好 但是中间切剂不要切断了 然后把它卷起 在桌子上滚一圈,让它更加的贴合 这样口瘦在下方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叶容馅 先把它搓成长条 然后用手按压拍扁 用正反两面交替的方式把面擀开 这样擀得比较均匀 尽量擀得薄一些 然后把底部固定 然后把底部固定 挖上一勺椰蓉馅 今天的这个椰蓉馅 一共可以做六个 用一把叶子铺开 再将两边对折 然后从底部卷起 尽量将馅包在里面 切成细长条 慢点切,切得细一点 然后卷起 看一看 将口瘦在下方 摆进烤盘里 面皮做好 我们准备一点牛奶 这里的牛奶可能用不完 我们只需要在表层 轻轻地刷上一层即可 最后盖上盖子 继续发酵 切开的时候 轻柔一些 尽量不要破坏它的外表 取一颗鸡蛋搅匀 刷蛋液 记住靠近 烤盘内侧的那一面 也需要刷蛋液 这样上色比较均匀 最后再过筛一点叶绒 我可以提前把烤箱预热 送进烤箱里 340华氏度 烘烤25-28分钟 烤到最后几分钟 要多观察烤箱 上色过重的话 可以加盖锡脖子 用手轻轻按压边缘 轻易了就能脱模 大家可以看到我使用的烤盘 是不同的 这个配方我反复试验过很多次 每次都非常的成功 一款面包 两种口味 香香甜甜,松软拉丝 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你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茶叶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